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路边是一片片的生姜田 记者看到一个农户正拿着一个蓝色的袋子 往地里撒着一些东西 记者在田边找到农户丢弃的这种蓝色包装袋 发现这是一种叫神农丹的农样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调查团 我是调查员维维 生姜不单止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会用到 在我们感冒的时候煮一些姜糖水 也是很有效地缓解我们的感冒症状 但是现在市面上的生姜 不单止是没有药用功效 而且吃了下肚之后 还有可能会中毒 为什么呢 因为生姜里面 很有可能已经含有神农丹 神农丹就是剃棉胃又称贴灭客 一般用于棉花 烟草 月桂 达到除重效果 原药唯有硫黄味的白色结症 可以杀死表皮下的害重 而且残留其长 50毫克而已 就可以导致一个50公斤重的人死亡了 看来神农丹真的非常可怕 如果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 那不就会中毒身亡 所以情景器里面的葱葱 也拜托我们的生活调查团 帮他调查一下 到底现在广州市面上的山姜 还有没有农药残留 为了调查清楚广州市面上的山姜的现状 调查原来到一间赛市场进行暗房 这边怎么卖的 这边呢 这边是拿大盘的 这个大盘 这个是山东盘 山东的山姜 由于过头大尹上好 得到很多人的喜爱 但是当调查员走坊市场 问到有关山东山姜的问题的时候 店主直接说没有山东姜 那么大块的山姜又不是山东姜 那是什么姜呢 调查员于自又找到了 小贩批发山姜的批发市场 你们这边一般卖到哪里去啊 因为我们在我们那里怎么卖到山东姜 只有广西江 卖到日本也有 我是广州 调查员通过在批发市场的暗房发现 在批发市场里的山姜全部都是山东姜 而没有赛市场里面所说的广西姜 那为什么店主要隐藏市场上山东姜的事实呢 难道山东姜真的有问题 为了调查清楚 调查员带着山姜 来到了广州达原食品检测机构 现在在我面前放了三种不同的山姜 我们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买回来的 一号的山姜是我们在赛市场里买回来的 看上去是比较干身一些 颜色都是比较鲜艳的 而二号的山姜是我们在批发市场里买回来的 看上去颜色是比较天黄 而且是比较有水分一些的 三号的山姜是我们在梦边摊买回来的 看上去其实它的外观已经非常干了 而且上面也黏了泥土 好了我们接下来就请来我们的黄老师 和我们检测一下 到底这三种山姜的表面 还有没有浓药的残留呢 黄老师你好 你好 二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到底我们的检验结果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问一问黄老师 黄老师到底检验结果是怎样的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对三个山姜 都进行了一个浓药残留的检验 这个就是我们的检验结果 哦 检验结果 是的 这三个山姜检验出来的话 其实都没有出现我们的国家标准是50% 哦 三个标准的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三个山姜 都是合格的 哦 合格的 那其实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标准 这个对于这个山姜的农药残留的标准是怎样的 在国家标准里面的话 其实每一类农药 就是每一种 它都会有比较详细的规定 而我们这种方法属于是反出兵生的方法 那反出兵生的方法的话 在这种方法里面 我们的国家标准是50%的国家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是检验是没有一大部分的 就是有机轮位和这个安基金酸费的 嗯 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现在要检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是可以说明这个农药是在一个控制的值里面 是在一个国家的标准值里面的 虽然呢 现在市面上的山姜 农药含量已经是非常之低的了 有些山姜呢 也都是安全的山姜来的 但是我们的观众呢 不可以单凭肉眼就分辨 到底有没有农药的残留 那我们又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将这个农药残留降到最低呢 提灭威的话它就是用了以后 它整株植物是都会吸收的 所以呢 像我们怎么样减少它的话 其实最好的办法一个就是到正规的地方去买 去购买这个正规的产品 就是经过检测过的 还有就是对这些有毒的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平时多吃一些富含营养的 营养素的那个食物 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 它除了营养素丰富 还有就是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都可以帮我们最大限度的去 排除这些毒性物质了 原来神龙丹的农药残留 是没有办法封过一般的水洗可以退除的 所以生活调查团提醒大家 买生姜的时候 最好都是去正规的赛市场 或者是商场购买 孔子在论语乡档里面就写到了 切姜食不多食 意思就是说孔子的一年四季的饮食 都是离不开姜的 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日子里面 孔子竟然是活到了73岁的高龄 这个和它经常食用姜是有物不可分的关系的 但是现在的姜一不是就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一不是在保存过程当中同样都出现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批发市场内涉嫌用硫磺蒸熏过的生姜500斤 这种硫磺姜已经占据了先市场的60% 北京又查没了500斤不合格的生姜 烟台工商人员一次行动就查获了两车硫磺姜 有没有听说过硫磺姜 有看到新闻 听说了 硫磺姜听说吧 又是在东北那边 平常自己会挑姜买吗 不会挑不懂 挑那种老一些的 或者是上面有土那些 看上去没有经过加工的量 现在在我左手边的这一块姜 是我们从一个地方买回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姜的表现是很光滑的 而且是很大狗 和颜色很黄的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先 好了 另外这一份生姜的颜色是会比较深一些 还有上面是黏了很多泥土的 好 我们先把它分别剁开来看看有什么不同 我们听到这两个生姜剁开的时候 声音都是非常清脆的 我们再对比一下 看看生姜的内部 其实的颜色也是差不多的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然后我们就拿其中的一块生姜来做一个小实验 就是我们用硫黄分剂一下它 分剂完之后再做一个对比比较 看看和没有硫黄分剂过的生姜 比较一下颜色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调查员首先垫了几张白纸 然后将生姜放到白纸的四周 将装有硫黄的碗放在纸中间的位置 再用纸点燃硫黄 然后盖上玻璃缸 5分钟已经是过去了 我们看到玻璃缸里面仍然都是烟霧微慢 我们是看不清楚 姜的原先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那现在我们就会把这个玻璃缸打开 然后再比较一下 到底用硫黄分剂完之后的生姜 有什么新变化 调查员揭开玻璃罩 被刺鼻的硫黄味分到转身走开 现在桌面上围着硫黄放着的四个生姜 是我们刚刚用硫黄分剂过的生姜 而在我右边的这两个生姜 是没有被硫黄分剂过的 那我们先用两个来做一做比较一下 在我左边这一块是硫黄分剂过的 而这一块是未被硫黄分剂过的 我们先看看这一块先 这一块看上去 这个姜的表面是会比较光滑一些的 而且色水是会调 这一块是会浅身一些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上去 我们看上去可以发现 这一块的生姜 和这一块未被硫黄分剂过的生姜 显得是更加新鲜一些的 好了 我们刚刚观察了它的外部是怎么样的 那现在我们就撕开里面 看看它的生姜肉 会有什么变化 我现在左手边拿着这一块 是被硫黄分剂过的生姜 我右手边拿着这一块 是没有被硫黄分剂过的 我们发现这两块生姜的内部 对比起来 都是没有一些很明显的不同之处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一块左手边 这一块被硫黄分剂过的生姜 显得是会更加水润一些 而这一块没有被硫黄分剂过的生姜 反而是会干身一些的 通过对比 我们发现市场上买回来的生姜 和硫黄分剂过的生姜 颜色是很接近 同样也是又鲜又黄的 看来市场上的生姜 确实有被硫黄分剂过的嫌疑 于是调查员带着这一批的样品 再次来到了广州大原食品检测机构 我身上拿着的这两袋生姜 都是我们从批发市场买回来的 B1这一块生姜 看上去是比较水润一些 而且颜色是比较黄一些的 而B2这一袋看上去是比较干身一些 颜色是比较浅一些的 到底这两件生姜 哪一个是被硫黄分剂过的呢 我们一起来请黄老师 帮我们检测一下 老师姐好 我们要怎样做实验 才可以检测出这两件 有没有被硫黄分剂过呢 用我们的检测方法 其实可以比较快 可以得出结果的 检测出来的话 如果看到颜色是弱化 证明这两个姜 就是被硫黄分剂了 如果硫黄分剂的话 可能会越多硫黄分剂 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事不宜迟到 就快点进行一个实验 好吗 好 麻烦老师 要检测生姜 是不是被硫黄分剂过 只需要用硫黄分剂 快速检测液就可以了 检测出来的颜色越深 代表硫黄分剂的含量就越高 老师我们的实验结果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这个检测结果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做了有三个馆 那其中呢 有一个馆是空白对照 哦 空白对照 是的 即是放了一些屎 不连行路加其他 而这两个呢 一个是B1 一个B2 那就是 其中有一个 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是变得很亮 是的 就是它比较偏紫红色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皮肤的 二样化流 的含量比较多 是的 而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 这个颜色 和空白对照颜色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哦 肉眼看上它是没有什么区别 是 变法都不大 所以 所以这两个里面 其中一个是 比较有问题 哦 比较 就是表明是 真的用榴莲分裂过的 是的 好 通过检测 颜色偏黄的山姜 含有二样化流的成分 那这些分裂而成的山姜 如果我们经常吃的话 会有什么危害呢 硫磺新制的姜的话 我们把它称作毒姜 这种毒姜呢 实际上是 是人为的添加了有度物质 在这种姜里面 而产生我们身体的 不是一种反应 那么 我们对于这种行为呢 实际上是一种 完全禁止的行为 那么 将经过二氧化流的新制以后呢 可以看得更光亮一些 色泽也更好看一些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不法的商家 可能会利用这一点 来做到 卖的更多 或者提高的更多价钱 但是呢 这一个会造成我们一个 潜在的危险是什么呢 就是二氧化流 新制的过程之中 会在江里面 会残留 那么这种残留 在量大的时候 会造成我们身体的 一个急性中毒反应 那么 首先表现出来的 就是对呼吸的 消化道的刺激反应 我们的 产生的恶心 呕吐 甚至有的人 对于呕吐 激烈性的呕吐 都会因为这种 二氧化流的残留 而产生 而产生 那么还有一种 最危险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 如果这种残留量 在我们身体里面 可以进入身体里面 以后的话 它会产生一种 慢性的毒性 它可以引起我们的 肝功能损害 这是一个 很直接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呢 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 引起其他 细胞性的一些改变 甚至造成一种 致癌性的一种改变 哇 真是越来越可怕 就连我们平时一常 整天食用的生姜 一不然就有 濃热的残留 一不然就被 硫黄分裂过 但作为我们 普通的观众 又怎样去区别 这一块生姜 有没有被硫黄分裂过呢 下面我就告诉大家 三个解决方法 方法一 看 漂亮的姜比较干 颜色发暗 麟提姜比较水暖 呈浅黄色 外表鲜窄 摸起身有点滑 用手搓一下 薑皮很容易抹落 而且抹开之后 外面和里面的颜色差别比较大 方法二 闻 平常的姜抹开之后 闻起身有很浓的生姜味 麟提姜表面会有刺鼻的异味 闻起身就没有生姜味 方法三 吃 用沙尼一块 放在嘴里试一下 姜味不浓 或者味道改变 就要紧慎购买 看着颜色试验的生姜 可能会中毒 没用硫黄处理过的生姜 又容易腐烂 一边就说烂 姜就不烂味 另外一边就说 原来变组织的生姜 可能会产生黄章素 从而令人中毒 到底什么是黄章素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黄章素呈毛色 或者浅黄色液体 生姜变质就会产生 美国一个科学家 在小白鼠的脚里面 添加了0.04% 至1%的黄章素 实现结果 解释 被喂养黄章素的小白鼠 在150日到2年的时压片 就会导致小白鼠产生肝癌 烂姜里面的黄章素 严重损害了小白鼠的肝癌 那是不是意味着 它有人体有着同样的危害呢 因为在生姜腐烂过程之中 它会产生一种叫黄章素的东西 那么黄章素呢 对我们身体来说 会产生一个毒性反应 它有时候会 如果吃的量大一些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急性的中毒症状 如果吃的量少一些 它也会有一个慢性中毒的症状 它的中毒主要表现在 对肝功能的损害上面 那么有些人吃了以后 有消化道的症状 那么比如说恶心或者是呕吐 或者是有肝功能不适 不舒服 这种情况下 严重的情况下 可能会是 损伤肝细胞的情况下 会出现黄胆等等 这种急性肝损害的一种状态 所以呢 对于生姜来说 我们最忌讳的一点 就是放置的时间 或者放置的湿度不好 那么造成一种 生姜腐烂以后 造成一种中毒的症状 那么实际上 我们有时候 在食物加工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 会问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做香肠的时候 不能放生姜 那么实际上的目的 就是为了 防止在香肠放置 这个时间内 生姜的腐烂 那么腐烂的话 就可能造成中毒症状 就快腐烂的生姜 不吃的是因为有黄脂素的原因 另外 有一个民间族语就说到了 早上吃姜等于饮生托 晚黑食姜等于吃披霜 到底晚黑食姜 是否真的有害身体 为此我们请来了 我们的志愿者小晴 来喝一下我们的这碗 那我们的志愿者小晴 你有沒有覺得身體有發脾氣的感覺? 不知道有沒有 那有沒有覺得有點頭暈的感覺? 也沒有 那看來晚上吃薑會中到這個傳聞真的有點偏頗 志願者喝了紅糖山薑茶之後 調查員觀察了他的手部、頭部 都沒有發現任何的異常 志願者自己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舒服 網上流傳的早上吃薑勝過飲心湯 晚上吃薑等於吃胚霜到底是什麼情況呢? 晚上吃薑會不會中毒呢? 晚上吃生薑有如吃胚霜這個說法 不是說生薑會有毒的一種表現 這只是說可能這種說法 就是對人體的一個健康狀態的一個影響 但是我們所說的一點 生薑這一類的食物它的刺激性比較大 那麼很多人吃了以後會有一些興奮的作用 或者是感覺人可能清醒一點的狀態 那麼這種情況下呢,有一部分人吃了以後 會覺得可能晚上睡覺不好啊 或者是這種情況出現 那麼可能會覺得因為晚上吃了生薑 會影響到休息狀態或者是其他的身體代謝狀態 對身體健康不利 但是實際上來說 從生薑的角度來說 它沒有這個對身體不利的一種成分存在 不會因為早上吃生薑或者是晚上吃生薑 這個生薑就變得對身體有毒害作用 那沒有這種說法 那麼只是說我們吃生薑的習慣 如果你是用來調味的 或者是少量的吃點當零食這樣來吃一點的生薑 那麼這種情況下的話,對身體的刺激作用是很小的 不會造成一個影響 以至於影響到我們的睡眠呢 或者是其他身體的狀況 所以這種說法 我們一定要考慮我們吃生薑的狀況是怎麼樣 生薑的狀況 如果是你很喜歡吃的 比如說有些人 傳統中國人 廣東人不是喜歡吃 來姜醋的這種狀態 那麼吃的很多 那可能會影響到他的睡眠或者是這種方便 那麼我們建議就是注意一個那樣的問題 晚上吃生薑是不會中毒的 這個傳言純粟留言 大家可以放心了 本期的生活調查團就和大家調查了 生薑的濃藥殘留問題 還有是硫磺雞的問題 以及變質生薑黃張素的問題 還有的是馬克到底可不可以吃生薑 雖然聽上去 生薑有著各種各樣的問題 但是只要各位觀眾認真挑選的話 其實都不用太過擔心的 好了 本期的生活調查團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你認真收睇的是廣東廣播電視台公共頻道 都 為了